中美立場對立越演越烈 美國國會在二十一號審查通過了 二零二一年戰略競爭法案 主要是為了反制中國的經濟和影響力 而這一項草案也提到 中國對臺灣的野心 香港民主以及新疆人權的問題 另外還指臺灣是美國印太戰略重要的一環 除了定期對臺灣軍售以外 也應當積極地推動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但是不應該被外界理解為兩國恢復建交 或是改變美國對臺灣 在國際地位上的立場